这个就是一个人 普世乌华的晚餐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琪 不再是那名乱级天涯的晾灾了 已经在家里面 潜伏了一段时间 应该有20多天了吧 每当看到这些行李的时候 七个多月的梦想 说放弃就放弃了 还有好多装备还在东莞呢 在东莞阿贵那边 连续下了几天雨 楼顶上都积水了 哦好脏啊 虽然说已经回来摆烂了 20天左右了吧 但是说 说突然放弃其心了 那个人还是有点接受不了的 接受不了现实 一直在家里面堕落 大门不出 天天把自己关在家里面 没动力了 感觉一回来 灵魂被掏空了 不是以前那个有趣的灵魂了 我感觉 五点多了 非常多的学生啊 好多资料猴啊 今天晚上我也要去抓这个 小时候的时候经常去捡 然后长大时候很少去捡那个资料猴了 先把饭做了吧 先把饭做了 然后晚一点六七点钟再去捡资料 一听说有资料了 我连煮鱼的心情我都没有了 好想现在就过去捡资料猴啊 时间紧任务中啊 材料已经准备好了 起锅烧油 奶上一丢丢的盐 防止它不粘锅 虽然喝了很久没有自己做饭了 但是煎鱼的那个技术还在 那个鱼就丢在厨房那里 让它自己慢慢煎 我都不带欢了 大雨过后 那花都开了 那天我踩在这个蚂蚁包上面 被那个蚂蚁咬了十几个包啊 来捅它一样 你看 这个是红鱼来的 哇 刚消停了几天 它人又开始变得渐渐了 把它煎得干一点 然后再倒入我的阿齐吧 蜜汁料吃下去搞个红烧鱼 姜丝 有请老演员 蜜汁料吃 小太乐来一点 把这小葱白放在这个鱼上面 虽然说今天晚上的菜不整个硬板 但是两个菜继续安排上 切点小葱花 切点小葱花 切点鸡蛋饼 切点小葱花 再往他头上扣上两顶小绿帽 这个在我们晚西就像果汁一样甜甜的 特别好喝 这个就是一个人朴实乌华的晚餐了 这条鱼的卖像怎么样 在外面起码得卖28吧 粉丝先吃 好久没在家做过饭了 这个罗飞鱼肉质非常的紧实 因为我把那个表皮煎得非常的香 当一个人突然把他自己的梦想放弃的时候 那种失落感 就像做生意失败的一样 那个心情非常的低落 刷了一个星期自己齐心的士兵 七个月 给我的感觉齐心也就那样 虽然说小时候的梦想吧 有过就好了 我一个美食博主 最终有一个齐心梦想 你知道他颠不颠 那个人太颠了 现在吃饱饭怎么又胖了 把毒灯 还有我这小干泡带上 出发出发 风力发电机的那三个鱼翼啊 准备又要装了 几百米长了一个鱼翼 好多萤火虫啊 亮闪闪的 兜了大半圈 我不知道那个竹林在哪里了 我那朋友说蚊子太多 他不不跟过来 不想的话搞个一两斤 晚上回去有夜宵吃 一只小可爱 跳得还挺欢的 这个 蛤蟆 来蛤蟆 金长 你走吧 还会生气你看 算了让他走吧 这里谁还扔了几块钱 在这里 真的是金长招财呀 一条雪糕 回家了 回家了 等早上才好点了 晚上再过来抓